徐牧师,我有问题 为什么有些顺服神的好人 会落入失败的结果呢?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来思想历代之下 三十五章 从上一章我们看到 有一个犹大的王 叫约西亚王 他是好王还是坏王? 好王 他重修圣殿 得招律法 而且积极地求问先知 明白神的话 就带领百姓跟神立约 真实的悔改 悔改有行动哦 他们除掉各种的偶像 也洁净圣殿 也把那些坏的祭司抓起来 这上一章我们看到 约西亚做的很多很棒的事 这一章他也做一件很棒的事 他带领百姓一起做什么? 吃饭 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叫做逾越节 小朋友还记得这个日子吗? 是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 经历到上帝 那个毁灭的天使 越过了以色列家 使他们得着平安 所以这个日子 就纪念他们出埃及 上帝的拯救 所以约西亚王是好王 带领百姓尊敬神的话语 这是圣经特别来记录的 但接下来的故事 就很特别咯 接下来我们看到南边的一个王 叫埃及王要上来打仗 而经过犹大帝 请问 这一个战争是不是埃及王来打约西亚 不是 不是 埃及王就说 你不要上来 我不是来打你 但是我们看到约西亚 她听不听埃及王的话 不停来上去打 对 不停上去打 好危险 请问结果她有没有打赢 她死秋秋了 对 她就在这个战场上 就战败 就战死了 大家好难过一个听神话语的 这样子一个好王就过世了 先知耶利米也写哀歌来哀悼 约西亚王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约西亚前面做了这么多好事 为何他们的 他的结果 这么凄惨呢 圣经怎么说呢 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 改装要与他打仗 不听从神 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 便来到 米吉多平原征战 这边我们看到 为什么约西亚会失败 因为神透过埃及王尼哥 告诉他 不要上来打仗 而他却不听 他拒绝顺服 他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没有听从神 一句落入失败 是的 我们听从神 就得着平安智慧 注意哦 不只是一天两天听从 而是要继续的听从 如果听到一半就不听了 就会变成约西亚这样哦 求主帮助每个小朋友 从小的时候听从神 到长大 到年老 我们一生都不偏离 来认识跟随神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从年少年幼 到年长年老 让我们一生都要听从神的话 求主开恩 让我们听见神 对我们 透过圣经 透过爸爸妈妈 透过身边的人 给我们的提醒 给我们智慧与顺服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在想 法老尼哥会不会跳舞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